母亲拿杀猪刀对着儿子开膛破肚 更只是想看看他是否真的偷吃了恶霸的鹅 小三你吃过什么 看着你有没有吃过鹅 你们大家给我做个证 看你清楚了 没想到女人掏出的不是鹅肉 而是一块田螺 虽然女人替儿子洗刷了冤屈 把儿子的命也没了 众人都被疯疯癫癫的女人吓得四三而逃 至于一个名叫胡斐的大侠 这一帮女人伸张正义 她当即把恶霸凤子虚给抓了起来 要当着菩萨像的面 对其进行正义审判 要为相亲父老 这凤凰肉呢 乃是天上极品 现在我就 把他的肚子隔开 让大侠弹得清楚 怎料就在胡斐准备动刀之际 孟子虚的父亲凤南天 带着副下冲了过来 他的坏心肠子 比起他自己的儿子 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见他一声令下 手下们就一拥而上 要将胡斐拿下 不过区区几个矛头小子 怎么会是胡斐的对手 他三下五成二 就将一众小弟打倒 凤南天见状 只得亲自出马 他一口咬破手指 滴在宝刀上面 随后手起刀落 砍下女人的脑袋 男人见状 愤怒地举起武器 想要为自己的妻儿报仇 可他还没冲到凤南天面前 就被一刀劈成了两半 好在他一口年谈 吐在了凤南天脸上 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胡斐见凤南天如此不降丽 直接一跃而起 将凤南天踢飞数十米远 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胡斐见对方人多势众 只好先拉着四叔强行撤退 没想到凤南天 却不打算放过二人 机智的胡斐赶紧让四叔 躲进寺庙中 然后把凤南天领到一条小巷 由于这里地情狭隘 凤南天无法全力使出宝刀 很快落入下方 先打不过胡斐 狡猾的凤南天就打算玩阴的 趁胡斐不注意 当即一击头锤 狠狠地将对方砸晕过去 等到胡斐恢复意识时 凤南天早就不知所踪 历时到情况不对的 胡斐迅速来到寺庙 凤南天果然挟持了四叔 他把宝刀架在四叔的脖子上 逼着胡斐给自己磕头认罪 要知道这么多年 是四叔一人 含辛茹苦地将无父母的胡斐养伐 就熟心切的胡斐只好妥协 味道在地 恳求凤南天放过四叔 哪知觉在这时 四叔看不见去自己的孩子如此受辱 居然一头撞向凤南天的宝刀 下一秒便伸手易出 疯子虚见状 一脚将四叔的头踢飞出去 目睹追目的胡斐 瞬间怒火冲天 他立刻抱起四叔的脑袋 跳进了身后的草垛之中 然后草垛被燃起了熊熊大火 逼得敌人不敢靠近 最终胡斐拼尽全力 总算是抢回来四叔的尸首 之后 他却累出风水宝地 将四叔安葬于此 此时之后 胡斐便将凤南天死死记在心中 他发誓 要让凤南天血债血场 就在这时 一名紫衣女子 从胡斐身前经过 对方极其丝滑地 抢走了胡斐的包裹 接着便是回眸一笑百卖声 让胡斐的心中顿时咯噔一样 女人名叫袁紫衣 这次下山 她是奉师父之命 挑战各大门派 夺得掌门之位 以此来阻止比武大会的开战 趁着武林门派之一的神珠门 为掌门举行欢送仪式之际 袁紫衣单枪匹马地杀了进来 我看猪大掌门印堂发黑 出门远行的话 一定客死他乡 你还是乖乖地 把你的掌门位子交给我 结果下一秒 她就从怀里丢出树莓令牌 想不到在一周之内 她已经坐了四个门派的总掌门 猪掌门见状 二话不说对其发起进攻 则撂猪掌门的攻击 在女子眼中 犹如蛮牛一般 听而一举地将她耍得团团软 真可怜啊 怎么搞成这副德行了 痛不痛啊 痛啊 这个掌门太不吉利 我也不打算坐了 我怎么了 但就此她打算前往下一家门派的路上 衣服突然着起了火 子依连忙众身一跃跳入河中 这才算是灭了身上的火 可她的马却因为中了暗器 倒地不起 就在这时 大侠狐匪不慌不慌地走了出来 袁子依还以为是她暗箭伤人 当即就要对她动手 不过狐匪来见袁子依 却不是来抢回自己的包裹 而是想替对方收拾两个贼人 原来刚才的诡计 都是猪掌门手下干的好事 此时狐匪已经把两人绑了起来 任凭袁子依发落 袁子依对二人是丝毫不留情面 先是帮他们偷扁准 离他们救好自己的做起 随后又涉及让两人自相残杀 这才算解了心头之恨 经此一事 袁子依也对狐匪产生了好感 之后两人一路打闹 倒是给旅途增添了不少乐趣 在路上 狐匪买了许多棉被和西瓜 这些都是他们日后要打倒凤南天的宝物 到了晚上 狐匪和袁子依到了一处破庙斜角 孤南寡女共处一室 不发生点肯定是说不过去了 眼看了两人就要将生米煮成厨饭 突然天空一道惊雷闪过 袁子依立马恢复了理智 她一把推开狐匪跑到屋外 狐匪见状也只能作罢 第二天狐匪找到凤南天 要为四叔报仇血恨 两人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只见狐匪化身西瓜投手 投出西瓜让凤南天放松顶地 接着又投出各支西瓜 利用麦芽糖浆粘住凤南天的身体 最后她再甩出棉被 彻底将凤南天控死 眼看着狐匪已经护倒凤南天 准备将其一道毕命之时 突然一把飞剑丢来 挡住了狐匪的心灯 令她怎么都没想到 竟然是袁子依救了凤南天一条命 姑娘 谢谢你救了一命 不过我们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命 那么你好好地看清楚我的样子 到底像谁 看着袁子依身上的配饰 一些陈年往事涌上凤南天的心头 她当即表示 自己会给袁子依写一封信 不料狡猾的她现在信职里下了毒 只要袁子依一撕开 毒气就会喷咽而出 三天之内她必死无疑 狐匪只好暂时放弃复仇 来找江湖上用毒最厉害的药王门 为她解毒 很快狐匪就找到了药王的徒弟阿诚 也就是自己的青梅竹马 和阿诚还以为是狐匪 怡情别恋爱上了紫衣 当即就给她下毒 让她变成了猪头脸 就在阿诚就职紫衣的过程当中 她的师兄师姐突然转上门来 未来两人已经知道药王的死绪 便想找阿诚夺走药王宝典 巧合的是 变成猪头的狐匪 和花肚上的药王有几分相似 于是狐匪便将计就计 装作药王 耍了俩人团团转 她正准备让俩人自断手足 甚至下一秒 猪头毒药的药效精过时了 看着恢复正常的狐匪 恼羞成怒的俩人立刻发起毒 好在这时 阿诚已经救好了袁紫衣 她当即召唤出云南毒黄蜂 吓跑了二人 而此刻的紫衣一心只想找凤南天复仇 于是她只能忍痛可爱 丢下阿诚和胡斐两人 扬长而去 在那之后 袁紫衣便剃发为僧 说自己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胡斐总觉得自己的心 也跟着她一起走 不久之后 比武大会如鱼而至 胡斐和阿诚 乔装打扮一番 混入现场 刚一到场 大帅就请各位喝酒 擅长用毒的阿诚 一眼就看出九里有毒 看来大帅仰棘三次比武 灭掉武林各门派 从此一统江湖 为了不让大帅奸计得逞 阿诚偷偷点上了一根风亡烟 替在场所有人解了毒 很快 比武大会正式开始 凤南天自建 要成为江湖武林的总掌门 就在众人对其感动不敢言时 已经成为了13个门派的掌门袁紫衣 突然来到现场 无情揭露凤南天勾结红花会 反清复明的阴谋 而证据就在她的灌帽子里 凤南天听罢 赶紧交出帽子以正清白 不料她的帽子 早就被袁紫衣做了手脚 大帅果真在其中 发现了红花会的信件 没想到凤南天也不是吃素的 居然自爆自己和袁紫衣的关系 以证明是她栽赃泄害 原来多年前 因为多喝了三两二锅头 凤南天没忍住 对一个梁家少女下了手 没想到就是这一夜镜 整出个玩儿来 卖鱼的小伙子见少女可怜 便打算接盘和其成婚 哪是恶罢凤南天一听不干了 当晚带着人家血洗了 小伙一家 少女心中有愧 最终喊泪自尽 好在经过的一名道姑 发现了她的孩子 二十年后 孩子长大成了 亭亭玉丽的大姑娘 为了给自己的母亲报仇 袁紫衣来到武林大会现场 无情揭露凤南天勾结红花会 反清复明的阴谋 大帅见武林各门派 没一人中毒 便以为是凤南天背叛了自己 一戏之下 大帅立即下令 将在场所有人赶尽杀绝 大战一触即发 阿诚联盟带着胡斐逃离了现场 不料刚进家门 就遇到了师兄师姐前来复仇 胡斐为了保护阿诚 不幸身重剧毒 最终还是阿诚以性命为要义 把胡斐从鬼门关给救了回来 千万不要为我难过 不要内疚 去找袁姑娘 劝她还俗 我在旧群之下 一定会祝福你们 飞哥 你跟我说一声 我爱你 信不信 安葬了阿诚之后 胡斐便杀回了京城 从凤子虚的手中救下了被复的原子役 而凤南天在此早已恭候多时 俩人注定要分出圣服 大战三百回合之后 二人掉进了一口哭井之中 凤南天本想哭泣虫尸 用头锤撞到胡斐 谁知早有准备的胡斐 在帽子上安装了铁厅 反倒是凤南天被砸了个头破血流 最终 胡斐瞅准时机 一刀插入凤南天的身体中 原子役剑装正要补刀 这是凤子虚的声音在他们身后传来 先不要杀他 胡大侠 我把我爹的财产分开 我们一人一半 妹妹 我是你的亲哥哥 你快劝劝胡大侠呀 我现在过去马上隐形逼供 让他照出把金钥匙藏在哪儿了 心如死灰的凤南天立刻起身扑倒儿子 原子役的剑也因此贯穿了二人的身体 胡斐和原子役都大仇得报 可最终俩人却没能走到一起 也许是爱于原子役已经出家 也许是胡斐心中还有对阿诚的不舍 而这何尝不是一种凄美的爱情呢 真正的爱情 似乎正是这般 需要放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